來玩這款在日本推出的鋼之燕金術師 從巴哈姆特這邊就能看到通關主線2-4就可以去進行首抽了 那快速刷首抽的流程倒是沒有看到 也不知道台服有沒有可以縮短這個劇情的方式 但是目前來講網上是沒有找到 而在日服部分是有相當多的禮包嘛 那未來台服很有可能也會有那麼多 這是日服的那可能跟台服是無法共用的 這邊有找到就是有玩家他製作了一個強度版的錶 如果你真的想玩的話 這個連結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區找到 然後他的下方文章有提到這遊戲是比較濃一點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好像一張卡要吞八張才會滿 全部的重點大概都分享完了 那後面就是試玩影片囉 哇這太懷念了 以前都會看他漫畫 現在我已經忘記好多人的名字了 我現在只記得大蟲蟲跟愛德華 其他都忘光了 太久了 好 對 好 欸做得很好欸 喔 這種早期遊戲 還是有花心思去做勒齁 時刻唯有安妮克斯 變得漂亮 以前我都覺得他弟弟很可憐 他哥哥明明就很正常 他為什麼偏偏是他 變成那樣 這個人叫做什麼 以前我挺喜歡他的 抵察技 就有一波 非常不錯 大招做得非常用心 這款應該會存活比較久吧 畢竟他沒有亂做 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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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繼續下載裝 他 他們這些劇情鋪陳都是非常不錯的 加入了一位新夥伴 這是第三位了 看一下這妹子的招式吧 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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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輸出 先 喔 開大招了 愛德華了 秒子掉吧 秒掉了 開啟新工人了 可以抽卡了嗎 好特別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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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澄清是體驗啦 打電話是不是 R卡不會吧 SR SROK啦 這卡只能戳到羅伊嗎 待會想要看一下他開服福利給的怎麼樣 好 這是強化角色 已經獎勵 然後 繼續推關卡 這推關卡整體來講節奏算是偏慢的喔 像這種SLG的遊戲已經偏向特定玩家在玩了 跟以前比較不一樣喔 以前倒是挺受歡迎的 現在的話玩這種類型的遊戲 還是要有一些耐心啦 除非他有自動戰鬥之類的喔 完全不重要 還是要有自動戰鬥之類的 還是要 秒掉欸 是嗎 放棄吧! 這是剛好有刻到屬性嘛 所以才會那麼痛 哼 果然沒輸出 不意外 打一場下來 要四五分鐘 我覺得是不太行 要看一下後續有手自動戰鬥會不會好一些 現在時代不一樣了 現在走向是快節奏時代 快節奏時代啊 不知道手遊天真有沒有辦法應對 以前是慢節奏時代啊 所以才耐得住那個性質 現在很多玩家耐不住性子啦 不然遊戲我就玩到這邊嘛 這個 太拖啦 老大 一個新手教程你可以教半個小時 看一下有沒有自動戰鬥 有的話就在等 沒有的話我要先退了 沒有啦 好啦 本次影片就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 掰掰 massacres 有機關